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我们发现那里有一种不软的黄桃 就是我手里的这种 据说它已经放了有半个多月了 您看 外表还是很硬呢 里面真的没坏吗 我刚才切开了一个 您看 一点问题没有 尝一口 不仅没坏 而且很甜 也挺脆的 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桃坚强 那它这身硬功夫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里面究竟有什么门道呢 外形圆滚滚 头顶小尖尖 浑身有细毛 这样的水果您一定不陌生 没错 它就是桃 桃子种类繁多 脆软可口的白桃 酸甜味浓的黄桃 还有枣形奇特的盘桃 有的浓香 有的酸甜 每一口都撩动着舌尖 不过 最近我们在市场上发现 桃家族又贴了新成员 可是从外形上看 这不就是普通的黄桃吗 自然的不软黄桃 它是哪不软呀 我说特别硬 大姐告诉我们 别看这黄桃平平无奇 它可是能存放一个月以上不会软 可是存放这么久的鲜果 口感还能有保证吗 这样的桃子 消费者还能买单吗 我们分别将白桃 和一个已经放置半个月以上的 不软黄桃切开 找来几名消费者 这不软黄桃口感 到底如何 他们以吃便知 黄桃 白桃水分比较多 黄桃更脆 我比较喜欢吃脆的 所以你喜欢黄桃 对 白桃 为啥呀 白桃那个水质甜一些 黄桃好吃 脆又甜 黄色的黄桃 黄桃为啥呀 黄桃味道挺脆的 还是挺特别的 这样的结果 还真让我们有点意外 那么 这种不软黄桃 是如何做到 酒方不软 滋味还甜的呢 不软桃的背后 究竟隐藏了 怎样的原因呢 我们了解到 这样的不软黄桃 大多来自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 我们根据商家提供的地址 开启了本次的 宿源之旅 桃子遇上大丰收 桃王争霸 花样百出 这里是被誉为 中国水果之乡的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 我们拍摄时 正赶上萧县的水果 大量上市 一路走来 路边小滩 很多都在售卖黄桃 这里有我们要溯源的 不软黄桃吗 这多少钱一斤啊 有三块的 四块的 五块的 好吃吗 好吃 你来尝一尝 好吃吗 挺甜的 这种桃是不软桃吗 对 不软桃 这都是你们家 自己的桃吗 对 都是自己的 桃源在这边 工人们都在下桃了 近秋时节 丰收如鱼而至 农户们提着桶 个个采摘忙 刚进桃源不久 我们就听说 今天农户们不仅要比拼 谁摘的桃更多 还要选出一个桃王出来 我们这个桃子上面 可以赞人 踩不烂 这就是你们 评选桃王的标准 对对对 这样小小一颗桃 还有这样的绝活 如此奇特的 评选方式 我们还真是 头一回听说 不过 农户们基本选择的 都是白桃 可有位大哥手里的桃 颜色 有点不太一样 绝对能拿第一 眼前的这个人 名叫刘光湛 据说 他可是选桃好手 每次选出的桃 都能夺得桃王的桂冠 这次他的桃子 能当选桃王吗 农户们分别 从自己的框中 选择出参赛选手 进行两两对决 这桃真有农户们说的 那么神奇吗 这直接采不会碎吗 不会 大姐你有多沉 一百 一点都没有破吗 没有 接下来重量不断升级 大姐你有多沉 一肥六 一百六 此时 农户大姐自豪的样子 仿佛不是站上了桃子 而是站上了人生巅峰 两轮比赛下来 脚下的桃子 硬是没采出任何破损 什么桃子 禁得住这样才 不信邪的我们 对桃子发起了 第三轮挑战 这个碎了 这个也没有烂 那这样碎了那不浪费了吗 这能吃吗 它不是说软了 而是说破了 而是说烂了 它没有糖水 要是其他的死蜜桃 就真的都塌了 最终 有两个桃 进入决赛 一颗白 一颗黄 这两个都是凭借着 过硬的功夫 一路闯入决赛的 难不成 还要再踩一轮吗 我们将进入决赛的两颗桃 进行糖冻测试 结果显示 白桃的含糖量为14度 而黄桃的含糖量为16度 这颗黄桃 就是我们今天的冠军 对 那么 刘光湛手中胜出的黄桃 是我们要找的 不软黄桃吗 跟我们溯源的那个品种 是一样的 对 就是溯源的那个不软的黄桃 这黄桃究竟为啥 不会变软呢 刘光湛说 想知道答案 得先进桃园 找一样东西 这桃好吃啊 肯定好吃啊 你看看 这是白桃啊 我们是来溯源黄桃的 可刘大哥 咋让我们吃白桃呢 这样吃 就不用削皮了 跟吃西瓜一样 这啥品种 这是秋雪 不软的 漂亮的 还是黎桃的 我们是溯源黄桃的 你跟我们吃白桃 我们再种出来 它就变成黄的 还是不软的 还是黎桃的 白桃能接出黄桃来 这不是开玩笑吗 在我们看来 这压根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接下来他说的话 让我们更迷糊了 就因为这个桃 这桃 这桃不就普通的桃盒吗 那不是 你千万别扔 这是我们的宝贝 一颗种子改变一个世界 就是从这个种子开始 它能让白桃变成黄桃 对 你要不相信的话 我带你一个地方去看看 你就明白了 为了找出真相 我们只能跟着他继续溯源 出了果园 刘光湛带着我们 进入一个小房间 可眼前的一幕 着实让我们感到意外 你这些带我来开茶呀 天热了 我给你降降温吧 给我降降温 对 这不是冰棍吗 是里面的宝贝 都是我的宝贝 冰柜里有宝贝 这冰柜看起来 应该是有很长时间 没打开过了 上面结了厚厚的冰 刘大哥的宝贝 到底是什么呢 难道黄桃的秘密 就在这冰柜里吗 要想打开可真不容易 那么这冰柜里 究竟装着啥呢 这里面都是桃啊 对 没想到 埋在冰下的 竟然都是桃子 这些桃子 基本每一颗都不一样 刘大哥 冻这么多桃子 是做什么呢 桃冻了多长时间了 是 多的有八九年的了 这么长时间 对 你冻这些干嘛呀 这是标本呀 这都是种子呀 不软黄桃 能够酒放不坏 会跟这些冰柜里的 长寿桃有关吗 桃核 就是我们寿粉 种出来的 非常好的种源 我们利用那个 选出来的优良的品种 再寿粉 再盖凉 不软黄桃 是什么跟什么 培育出来的 不软的黄桃 最早是用 早熟有名 给咱们 自产上 以前更好的品种 进行扎交改良 优中选优 一代一代接一代 这冰柜像宝盒 那这个东西 价值无限 原来 冰柜里保存的 是各个品种的 优秀种源 不软桃 就是科研人员 通过优秀桃源 培育出的新品类 里面包括 不软黄桃 不软白桃 和不软盘桃 而不软黄桃 是在白桃开花时 用黄桃花粉授粉 嫁接后 形成的新品种 这不软黄桃 不仅品质过硬 给种植户 带来的改变 也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不软桃 一般能 大概能硬多长时间 树上熟了以后 挂树 在树上是一个月 没问题 产量高 效益更高 它的销售期 在两个月左右 一般的桃子 就是软桃 你只能卖20天左右 一亩利接个5000斤桃 有可能卖不及 只能卖4000斤 好 丰收不仅在于产多少 更在于能卖多少 不软黄桃 凭借着自身优势 在为消费者 带来别致口感的同时 也为农户们 争取到了更多的售卖时间 真正实现增产增收 可是我们发现 果园里的布软桃 都穿着纸质的衣裳 那么农户在采摘的时候 是怎么判断桃子 熟没熟呢 那我随便摘一颗 也能是甜的吗 不一定 你再试试 我试试 那我就摘这颗了 行 这颗能直接摘吗 可以 你觉得这颗会甜吗 不会甜 不会甜 这个大的肯定比那个甜 你看同样是一个滋上的 同样是一个滋上的 这两个没有这个好吃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手里的黄桃 跟刘光湛手里的 看上去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呀 好像还有点酸 就是没上够劲的那种感觉 你尝一下 你拿点 这个 肯定好吃 这个甜了很多 比我摘的这颗 你看这个糖分的上的 明明是同一棵树 刹上的桃 为啥我们摘的 就发酸发色 而刘光湛摘的 就又大又甜呢 刘光湛告诉我们 摘桃也要有诀窍 每一个品种 它都有生长期 另外呢 我们是先摘 树上的和树外围的 在这里边呢 它还是跟那个通风 着光 它开始先树后树 别看桃子不软是小事 却是提升效益的法宝 不过有一种 记忆中的美味 能让黄桃变黄金 黄桃如何变身成为 记忆中的甜蜜味道 脆爽黄桃 还能这么吃 将黄桃洗净后 去皮去糊 放入洗净的玻璃杯中 放入砂糖 灌满清水 密封后上锅炖煮 在高温下 不软黄桃的肉质 逐渐变软 释放果香 15分钟后 在蒸腾的雾气中出锅 这就是很多人 记忆中的黄桃罐头 黄桃罐头出锅后 静止一个月 是最佳赏为期 不过 您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市面上常见的 大都是黄桃罐头 而白桃 或者水蜜桃 制作的罐头 却很少见呢 制作黄桃时 我们也按照同样的步骤 制作了白桃罐头 可刚过十分钟 意外发生了 白桃已经开始出现氧化了 皮儿已经呈现出一种褐色了 而且里面也有许多 不规则的小黑点 黄桃呢 出现了一些氧化 但是颜色差别并不是很大 氧化程度 是白桃无法做成罐头的原因吗 注书后 黄桃罐头颜色均匀 而白桃罐头有身有浅 那么 吃起来会有什么差别呢 白桃的肉汁 它可能煮出来水分比较大 口感有一点面 吃起来比较黏嘴 而且有一点酸 这个黄桃罐头 果肉比较紧 而且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口感正好 可能黄桃的肉汁 更适合做罐头 桃子分融汁和不融汁 有些白桃呢 它水分特别大 它一容易软 它一煮就散了 果肉坚硬 纤维较粗 是不软黄桃的最大优势 它保证了黄桃罐头 滑而不散的口感 现如今 快节奏的生产方式 早已解放了巧妇们的双手 换个花样 让黄桃再丰收 然而 当我们进入罐头厂时 刘光湛却对做罐头的桃 有些不太满意 这是找啥呢 这是个甜桃 这个不能做罐头 做罐头口感不好 甜的不能做罐头呀 对 必须用酸的 罐头要用酸桃做 测汤仪显示 甜桃的含糖量有14度 而酸桃的含糖量只有7度 而这明显的差别 难道是为了省钱 那口感还能有保证吗 就在我们满脑子疑问时 加工车间里的一幕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大姐 这桃湖好去吗 好去 这一般都怎么去啊 这么多去 拿着一个刀 我们用挖湖神器 大家 这是一把刀 这个湖 就这么湖 贴着湖啊 怎么湖 贴着湖啊 对 贴着湖啊 就要贴着湖啊 大姐手速飞快 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难度 我们看着手痒 决定跟大姐来个挑战赛 好 你挖了多少个呀 我挖了有几十个 三十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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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根本就不用数了 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 我挖的基本上铺了一层 大姐的已经像 好几层了 像山一样在里面铺着 我感觉你是一挖 一秒挖一个 对对对 你真的实在太快了 也可以 挖的也不错 都脚掉了挖的 我这手速是不是还可以 作为初学者 行 可以 去湖后的黄桃进行去皮 筛选后开始装罐 诶 等等 这用生产线做黄桃罐头 咋不加糖水呢 中文不加糖水的 黄桃罐头之所以加入白糖 是因为白糖是天然的防腐剂 能够延长黄桃罐头的保质期 可这里生产的罐头 不仅不加白糖 制作时还要挑酸的糖 这做出来的还能好吃吗 这加的是啥呀 你可以尝一下 我尝一下 我看上面都有好多白沫了 是糖水吗 但是不是很好喝的 它就是清水 对 它就是清水 就是我们清洗桃用的 我们还发现 这些黄桃虽然已经进行过预煮 但是肉质依然很硬 跟我们之前吃到的黄桃罐头 有很大差别 不煮熟 不加糖 这罐头真的能吃吗 这个水怎么还不冒着热气啊 这水是90度以上 这好像有点黏了 我尝一下 这也是甜的 是的 这就是我们加的糖水 白糖 所以糖水是要在这一步加的 对 因为它只有酸罐之后 在那加糖水 加完糖水之后我们就密封了 可以延长保质期 大概能延长多少 罐头一般在三年左右 原来糖水一般在密封杀菌前加 能够将半熟的黄桃二次加热 达到全熟 延长保质期 这制作的谜团我们算是了解了 可是为啥一定要用酸桃做呢 因为白砂糖它本来起到一个 护色的作用 桃的甜度一般在五到六个糖度 加入白砂糖我们的成品 一般在食物左右 酸酸甜甜很适合我们的口感 原来 罐头的糖度也有出厂标准 是经过不断测试得出的 最适口的糖度 其实 种植时避免不了 一些酸果小果的出现 让它们物尽其用 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 才是丰收的意义 9月 刚下完雨的桃园 逐渐进入收获的尾声 农人们也即将放下农忙时的辛劳 用美食给自己做个奖励 一大早 刘光湛就匆匆忙忙进入桃园 一种城里人吃过 却不一定见过的宝藏美食 正等待着它的到来 这有一点点 太少了 搞到一点点 下雨之后它就往下溜 这有一点点 又有一点 这是以前躺的 这有点干 这样是以前的 上一场雨的 这个是白的 这是这场雨的 桃椒 一种美容养颜的滋补佳品 在城市风靡一时 在乡间唾手可得 新摘下的桃椒用清水泡发 过滤掉多余杂质 与红枣 银耳 百合一起下锅炖煮 桃椒的糖分是整道汤的天然调味剂 加入其他任何调料都略显多余 可好吃了 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 会有一种丰收的仪式感吧 在这场庆丰收的乡野派对上 怎能少得了不软黄桃的存在 黄桃水饺 黄桃炒肉 拔丝黄桃 你永远不知道 在寻尝不过的一颗桃 能变出多少花样来 而刘光湛最中意的 要属黄桃骨老肉 将猪里脊肉切块裹上淀粉 七成油温下锅炸至金黄 同时将不软黄桃冷水下锅煮软 大蒜爆香 加入番茄汁 将里脊肉 黄桃与青红椒 同时下锅翻炒 黄桃的果香与肉的油汁 融合得恰到好处 滋味 酸甜过瘾 不软黄桃果肉纤维紧实 绵密弹牙 能够切块 切丝 是烹炒时极佳的配菜 与虾仁搭配 口感滑嫩脆爽 与鸡块炖煮 细腻绵密 为极致美 馋哭了隔壁小孩 黄桃堆备起来了 好吃 吃烹口水 白鸡摘桃子 晚上就吃最好的 桃子甜 心里更甜 就两个字绝了 果与肉两相宜 是村民们对全桃宴的描述 一桌好菜 满村飘香 今日 那雾气缭绕村庄的烟火器 是丰年带给全村老少的奖赏 是一颗黄桃为饱满桌人的喜悦 也是期盼来年丰收的前奏曲 我们从北京出发 来到安徽省宿州市萧县 揭开不软黄桃的秘密 农人们几十年如一日的种植 通过品种改良 让黄桃拥有了坚实的身材 让鲜果也敢跟时间较较版 靠着天赋 不让黄桃能切块 能切条 成为百搭配菜 还有无论何时都不过时的黄桃罐头 不仅延长了黄桃产业链 也为消费者带来极致口感 黄桃和用它制作的黄桃罐头 是很多人儿时的甜蜜记忆 如今依托品种改良和加工变身 这甜蜜的果实正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走上我们的餐桌 曾经只能短暂留存的绝妙口感 正在农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延长 鲜能吃滋味鲜味 熟能入菜 果香浓郁 而酸呢也能巧遍生成酸甜可口的黄桃罐头 一颗小小的黄桃 迷算着幸福的滋味 在餐桌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 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